徐光耀的双标日常 和沐婉婷坐车 光耀哥哥 我帮你开车门吧 光耀哥哥 你坐后面来吗 快车 和沐婉婷坐车 沐婉婷探病 光耀哥哥 我每天都在家担心你 每天吃不下 睡不着的 我身体已经没什么吃了 光耀哥哥 姐姐每天都在这照顾你 也辛苦了 就让她回去休息休息 之后我来照顾你吧 但是沐婉婷是我的私人秘书 就不麻烦外人 愿意在你心里 我是个外人 沐婉婷探病 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 好多了 我在做手术的时候 迷迷糊糊的梦到 你跟我讲 我要离开你 你不知道 当时 我看到你的车 沉入水底的那一刻 我真是害怕极了 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你真的出事了 我会怎么样 你今天的任务 先把那两份文件翻译一下 乖啊 哥哥 这份日文的 我看了半天 就只看懂了一句 要不然这样吧 你来考树 我记录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这边还有很多文件 今天实在没时间 不会你就查字典吧 革目晚清工作 我记得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